是的 这才显得气派 若皇太后也想在今晚上刻字 臣可以为皇太后构思 不必了 拿上来 这颗金丸 就像你的那般刻上名字吧 皇太后 这 魏姬 你是从何得到这今晚 回皇太后 是叶婷侍女绿蝉交与奴婢的 她又是从何得到 为何而得 又为何交给你 回禀皇太后 奴婢与后宫侍女素有来往 闻知绿蝉生病卧床不起前去探望 才知 绿蝉被韩大人欺辱 忧郁治病 事后 韩大人竟以今晚将她收买 律蝉为其权势而不敢告发 经奴婢劝慰 律蝉愿亲政迎会后宫之徒 并交出今晚已作证 也就是说人政物政俱有 请皇太后明鉴 确实臣一时糊涂犯错 不过在这深宫之中 这种事情也是时有发生的 是未积少见多怪 请皇太后切莫记挂这些小事 臣定当呈现珍宝 荒康 这是小事 韩爷你果然大胆 若不是未积心细发现 受害之人定会忍气吞声下去 你岂不更加嚣张了 韩大夫也承认 这种事情在后宫时有发生 可想而知 后宫还有多少宫女曾受欺辱 可却涉于奸人淫威敢怒而不敢言 绿缠这次能挺身而出实属不易 请皇太后替她做主 叛功绝不允许这等淫贼胡作非为 来人 皇太后恕罪 将寒烟拖出去 斩首示众 皇太后饶命啊 臣只是一时糊涂 是未尽她恨死了臣 是绿缠她有意亲近于臣 拖出去 臣总有意死 也求见皇上最后一面 皇上驾到 皇上 陛下慎安 陛下 参见皇太后 母后荆安 宫中有如此污秽之事发生 竟还说见怪不怪 哀家没法安哪 陛下救命啊 韩燕她淫乱后宫 她竟 陛下 人难免有七情六欲 这事情在宫里见怪不怪 何足死罪 请陛下替臣做主 陛下 救臣啊 母后息怒 此事就交由儿臣处理 定不会让母后为难 皇太后 既然皇上愿替皇太后分忧 何不将此事交由皇上 我想绿禅在病中 若得皇太后关注 定比灵丹妙药更有效 何不让奴婢陪皇太后去看看她 好吧 好 哀家就去问清楚律禅 哀家倒要看看 韩燕还有何话说 幸好陛下亲临 不然臣就再也见不到陛下 那倒也是 你罪行逃天 怎可不明不白就死了 你的旧部孙轩 已经被断红找到 你主使他找人抓魏青 还将罪行 推卸到无辜百姓身上 单凭这一件事 就足以赐你死 还有贪图私利 罔顾百姓生死 每一桩每一件都是死罪 这都是冤枉啊 冤枉啊陛下 你当年于苦饥寒之时 竟以竹筋丸做游戏 戏弄百姓 多次弄出人命 以百姓为证 以通风报信 害死朕的两位恩师 朕也可以作证 今日 朕就要违背你欺凌虐杀的百姓 违背你害死的忠臣义士 报仇血恨 陛下忘了儿时的诺言了吗 陛下说过 无论臣做错什么事 陛下都不会杀臣的呀 真无戏言啊陛下 皇上是答应不杀人 但现在要杀你的 是皇太后 皇上效果 自然不会服你皇太后的意志 陛下不会借鉴杀人的事吗 是吗陛下 朕不会借鉴 朕见 自己尽献 纵使臣有千错万错 但臣与陛下毕竟一起长大 姑且 请陛下念在从小 臣侍奉陛下的情面上 并以此宝剑献给陛下 将功敌过 臣彼得全心全意侍奉陛下 严肖三把利剑 当日只是为了增添你的气焰 也酿成了你今天必死的结果 不过 这把剑也有用 它可以让你死得更突快些 陛下 你 好 绝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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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 你 你 我 你 你 寒烟才会多行不义 而自毙 是陛下英明想出良访 也要你心善 对宫中众人都以心相待 才能接触会事 更要你说理说情 才能炫服 绿臣指正寒烟 让母后有理由杀她 子夫只是遵循太皇太后 皇太后关顾后宫的旨意 来 将来朕的这个皇儿 一定会像她母亲一样 千功仁爱 聪明贤德 那子夫也弹奏一曲 你谢陛下夸赞 好 小 冷静 最后一会以后 特别继续 他的帅国 金立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